听起来挺不错的 不过赵秀还是笑着否决了兄长的提议 冬天正是温氏出产的花卉蔬果 卖得最好的时候 现在去那边小庄子上动工 说不定会影响产出的 何必呢 等明年农闲时 再找人建新屋子也不迟 若实在是想要在京东明春过去住 就让人把原来的院子腾出来 好生的收拾收拾 将就着也能住人 赵魏其实是希望 以后的冬天都不必再借住广平王府的温泉庄子了 那自然是在自家的温泉小庄上 修新院子更好 便反驳说 祖母要住的 怎能将就农舍 况且那边人乱到早的 还是建新院子的好 张氏打断兄妹俩的讨论 好了 不管是建新院子 还是别的什么 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眼下吃饭要紧 赶紧收拾一下 美姑都提石河进院子了 赵秀探头往玻璃窗外看 果然看见美姑带着两个婆子 提了石河进院 正沿着玻璃游廊过来 连忙伸手把炕上那些没做完的针线活 全给收拾起来 赵薇瞥见了两件南庄斗篷 随口就问 这是给我做的吗 只要一件就好了 妹妹何必费事 赵秀笑说 那件黑丝绒的绣回纹的是哥哥的 另一件深灰色的是给柿子做的 哥哥一会儿好好瞧瞧你那件 可有哪里不满意的地方 趁早说了 我好改 明儿就要把斗篷送回城里上皮子了 赵薇顿了一顿 看了祖母一眼 张氏不动声色地说 这是那件雀金泥斗篷的回礼 这也是应该的 礼尚往来吗 赵薇这才罢了 只是调笑地说 可我怎么瞧着 觉得给狮子做的那件 比我那件更好看呢 连面料都要贵重些 他认得那是笔基段 比黑丝绒更少见 赵秀随口说 哥哥那件用的是黑丝绒 我一看到撂子 就知道适合哥哥了 立刻就选中了他 上头绣纹花了我好几天的功夫呢 柿子那件是肃静无花纹的 面料贵重一些 才能拿得出手吗 但赵薇还是不太满意 那为什么给我做的是黑斗篷 柿子那件却是别的颜色 其实他平日都是穿黑衣更多 怎么看他都觉得灰色的 比黑色的更气派好看 人穿上也更显得笔挺 哥哥你还挑剔这个 你平日什么颜色的衣裳都有 黑色百搭 怎么配都行 但柿子平日成天穿黑的 再披个黑色的斗篷 不就成了黑无常 还是弄别的颜色好看些 这个深灰色的笔记面料带着一点光泽 现在手笑穿没问题 以后脱了笑也可以继续穿 再适合不过了 为了挑选合适的面料 我费了足足两天呢 给他做的斗篷是一眼就挑中的料子 给高真做的斗篷料子 却要花两天时间去挑吗 赵伟忽然觉得心好腮 赵家祖孙三人吃晚饭的当口 高真却在忙活另一件事 他脸上的青子要比赵伟的多多了 虽然广平王看不见 但旁人却是有眼睛的 在前去陪父王吃晚饭之前 他还得先做点掩饰 烟雨小心地往他脸上敷着粉 左瞧右瞧 有些迟疑 应该看不出来了吧 晚上把灯条暗些 叫其他事后的人离得远一点 想必没那么容易叫人发现 我已经叫笔山急迟回王府取药了 这会子想必已经快到京城 晚上试着睡下之前就能回来了 那个药见效极快的 只要推一点将淤血揉开 明儿扫起就什么青子都看不见了 高真朝着旁边的镜子扫了两眼 觉得差不多了 就点点头 嗯 那就这样吧 一会儿你跟过去侍候 别叫其他人到进前上菜 烟雨从前也没少做过 在逛平王一家三口跟前侍候的事 笑着答应了 他把自己的梳妆盒收起 瞥见另一个丫头烟波还捧着镜子发呆 便轻轻碰了对方一下 做什么呢 还不赶紧收拾东西 去把柿子那间斗篷取来 柿子要去芙蓉楼了 烟波默默地放下镜台 转身去取了斗篷来给高真劈上 边披边红着眼圈说 柿子当真不把挨打的事告诉王爷吗 论里赵小侯爷也太过分了 不过是寻常切磋罢了 哪里一再地把拳头往人脸上打 咱们柿子身份这般的尊贵 是他能打的吗 他打了不算 连去赔礼的话都没说 把自己当成是什么人了 高真微微地皱了眉头 瞥了他一眼 不料他却因为这一眼而红了双颊 细声细气地说 奴婢知道不该说这样的话 只是 看到柿子受伤 奴婢心里难受 高真似笑非笑 既然知道不该说 那就闭嘴吧 说着扯住斗篷 正开他的手 大踏步往门外去了 头也不悔地 丢下一句话给燕羽 燕羽收拾完了就过来 燕波正正地看着他离去 忽然跳了起来 哎呀 狮子忘了带斗笠了 外头天色 瞧着好像又要下雪了呢 茫茫地转头去寻斗笠 寻到了回来后 高真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便对燕羽说 我去给柿子送斗笠了 姐姐一会儿赶紧过来呀 说着就要转身出门 却被燕羽一把紧紧地拽住 你去干什么 燕波眨了眨眼 我去给柿子送斗笠呀 燕羽笑了笑 哼 不必你操心了 外头只是瞧着像要下雪 但还未下呢 真要给柿子送 我顺手烧过去就行了 就算不带 难道芙蓉楼那边 就连个斗笠 或者一把伞都没有了 有是有 只是我怕柿子刚走到半路上 雪就下来了 所以 西凤摘离芙蓉楼就那几步路 柿子这会儿已经到了吧 还未下雪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 燕羽几乎是 把他手里的斗笠夺了过来 重新放回远位 才拍了拍袖口 冷声地吩咐 好生留在这里看家 大炕要烧得暖暖和和的 不许断了柴心 茶炉子的火也不能灭下去 等柿子回来了 一应热水 茶 净手的帕子 水盆 暖炉 都要供上 若出了差错 可别怪我带新人不客气 说着还扬声吩咐屋外的婆子们 烟波新入王府 许多事未必熟悉 妈妈们也多看着些 别出了岔子 柿子怪罪下来 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婆子们齐声应了 姑娘放心 我们也不是头一日当差了 还能出了差错不成 还有婆子对烟波说 姑娘是宫里来的 新入王府 想必对我们王府的规矩 还不清楚 若有什么不知道的 只管跟我们说 都一样是在王府当差的 姑娘 别与我们外道才是 烟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闷声不吭 她怎么可能跟这些婆子是一样的人 烟雨查点了一圈屋里 又给自己夹披了一件斗篷 给自己那个白铜的手炉 添几块碳 便要出门 烟波却把她拦下了 犹豫了一下问 姐姐 我想了想 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世子身边事情也多 若实在不想让芙蓉楼里的人 进前服侍 只姐姐一个也是不够的 烟雨瞥了她一眼 也不啰嗦 直接问 你想干什么 烟波僵了一僵 陪笑道 没干什么呀 我就是想帮帮姐姐 世子不过是去芙蓉楼 陪王爷吃一顿晚饭 桌子边上 用不了许多人示好 烟雨斜眼看着她 说道 有我 有烟霞姐姐 也就差不多了 烟霞姐姐是灵力人 不会随便乱说话的 你又何必凑上去 倒是这边屋里离不得人 我留你下来看屋子 也是重责大任 若你也去了 这屋子谁来照管 烟波摇摇唇 不是 还有妈妈们吗 烟雨便忍不住笑了 既如此 还要你做什么 你能做的事 妈妈们不能做 她把脸上的笑意收 拉长了脸说 你也别跟我装神弄鬼了 老实说吧 你想到芙蓉楼去做什么 难不成还真想跟王爷告状 说赵小侯爷打伤了他 烟波见自己的盘算 已经被揭穿了 也不再掩饰 这难道不应该吗 王爷就只有柿子一个儿子了 平日就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柿子好好的去叫人打伤了 怎能不禀报王爷知道 姐姐如今自作主张 瞒下了此事 若是日后叫人捅到王爷跟前 王爷发怒 姐姐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烟雨听得冷笑 好大的罪名呢 我可不敢当 瞒下此事 哪里是我自作主张了 分明就是世子的意思 况且世子与赵小侯爷 自幼交好 又有过命的交情 不过是切磋拳脚时 手重些 两人都挨了几下 赵小侯爷脸上也有欲亲 谁还在乎这个了 世子怕王爷担心 才叫我们瞒着的 你倒好 竟然在世子面前 说起他好友的坏话来了 还是王爷请来的客人 妹妹虽是宫里出来的 也不像是很懂规矩的样子嘛 烟波有些不服气的 回头瞪他 难道主人受了委屈 我们这些身边 事后的还要装不知道吗 烟雨白了他一眼 世子怎么受委屈了 你见他 比完之后 有露出生气的模样吗 你既然知道 他现在是你的主人 就该做好分内之事 主人吩咐下来的话 你还敢违令 世子说了不许告诉王爷 你还非要告状 是不是觉得自己 才是最关心世子的那一个 旁人全是哑巴笼子 烟波哼了一声 抿着嘴不说话 但看那表情 分明就是觉得自己 才是一等一的中臂 烟雨等人 不过是失位素餐之辈 烟雨看得好笑极了 你其实就是想在王爷 跟前露脸吧 想叫王爷夸你是个中臂 把那些小心思收起来吧 这里不是宫中 如今坐在皇位上的 也不是先帝 你在我们王府 只要老老实实 做好分内事就行了 多余的话不必说 多余的事不必做 我们世子的脾气 是最不喜欢身边人 围他的意思 我是好心提点你 才跟你说了这半日 你可别不知好歹 真惹恼了我 你的差事 还保不保得住 也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 烟波的脸色变了 姐姐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 我好歹也是宫里出来的人 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别仗着自立身 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烟雨冷笑一声 不把人放眼里的人 是你 只因王妃去世 王爷与世子 为了给王妃积福 把他从前用惯的人 放了一大半出去 王府的人手少了 宫里太后娘娘 和皇后娘娘 担心世子身边少人服事 方才命内务府 又选了一批人进王府 你虽说是宫里出来的 其实也不过跟我们一样 都是内务府选派 谁又比谁高贵些 你摆这副架子 是给谁看呢 你虽被指派到 世子身边服事 也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若是服事的不好 该踢的就踢 该碾的就碾 你以为太后娘娘 会为了你 跟世子生气不成 你也不想想 太后娘娘知道你是谁呀 烟波被噎入了 小脸仗的通红 她原以为自己是宫里出来的 能让人高看上几分 又因为进府不久 就被派到世子高贞的身边侍候 还立刻上位大丫头 越发觉得自己受看重了 本来还想跟着烟雨 别一别苗头 不想被对方直接打了脸 但她心里再委屈 也没法反驳回去 因为烟雨说的是实话 从前太后讲是 还是淑妃时 她曾经在淑妃宫里 做个小宫女 却没能跟着宫殿的主人 移居慈宁宫 太后兴许会觉得 她有几分脸熟 却绝不会为她 做任何的主 烟雨一看她的表情 就知道她往日 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轻哼一声 迈不出门 哼 老实点吧 当人家不知道 你打着什么主意呢 世子还在笑气 你若真敢算计她 做出见不得人的事来 用不着王爷开口 太后娘娘就能直接打杀了你 还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 烟波屈辱地哭了起来 跑回屋里大哭 高真还不知道 自己身边的两个侍女 在她不知道的时候 上演了一场私逼好戏 她正有些尴尬地 坐在广平王对面的位子上 坐立不安 烟霞就站在她面前 手里拿着一瓶药 亲手给她脸上的商处上药 广平王慢条思理地 整理着自己的袖子 居然打输了 还好 没跟父王哭鼻子 不至于太没出息 都是男子汉 这事原是你理亏在先 挨几拳就算是过去了 如今伟哥算是出了气 日后见你也不至于太过的怨恨 你要想法子与他和好 将来要说亲事也容易 等明年出了孝 我再替您试探一下赵老夫人和伟哥的口风吧 那两位如今只怕都明白你的心思了 不会再让你这么容易地跟他赵妹妹待一块的 你且给我老实些 别又惹得人家生气 日后要说亲也不好开口 高真心里好生的郁闷 父王居然知道了打架的事 而且他以后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天天见赵妹妹了 到底是谁向他们告的密 高真郁闷的时候 赵秀这边听着祖母张氏与哥哥赵伟 商议了后日就要回城 心里也是很郁闷 他问 会不会太仓促了 先前都没跟王爷提过 猛然说要回去 倒像是因为世子冲我发了一顿脾气 我们家就耍小星子 闹着要走人似的 可别叫王爷和世子误会了 将来两家的交情也要受影响 张氏顿了顿 犹疑地看了孙子一眼 赵伟不动声色地说道 确实是仓促了些 但也是人之常情 眼下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 离腊月不过就十来天的功夫 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呢 过不了几天 各处庄子上来交租的人就该到了 新年礼物事也该早做准备 今年是我们家回京后过的第一个新年 一定要好好记记祖 给祖父做上几场法事 让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知道 咱们家的爵位又回来了 这话倒也有理 赵秀很快就被说服了 那明儿一早 我们就去跟王爷说吧 离开前总该提前告知的 我顺便去给世子赔个不是 把这次的小矛盾给抹了 免得他们误会 我是因为这事才要走的 张氏立刻紧张起来 别去 赵秀齐了 为什么要 张氏张张口 又看赵伟 赵伟接过话头说 这种事 不是祖母亲自开口 就是我这个当家人出面 你一个小女孩去跟王爷说 也太失礼了些 你不用操心 这事我心里有数 明儿一早 我把先前借的几本书拿去归还 再向王爷讨教学问 顺道提起此事就可以了 京城各家到了年下都要开始忙碌 咱们家这是远离京城多年后 头一次回京过年 提前回家准备也是常理 哦 赵秀应了 哥哥的话也有道理 正是辞行这种事 就让他出面吧 不过他明天同样可以去看望王爷和世子的 就像平时那样 他不能代表赵家去向他们辞行 那代表他个人跟朋友说声再见 也是应该的吧 他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 因为他觉得 这真是再正常不过了